公民監督國會聯盟 公民監督國會聯盟今天跨出了成功的第一步 因為我們中部辦公室成立了 公都門是做國會監督 但我們覺得國會監督一定要公民參與 而且是要在地的選民去監督他們選出來的在地的立委 所以公民監督國會聯盟在去年成立的時候 我們就有一個很大的祈福心 我們希望能夠在全國各地能夠成立分支辦公室 然後用當地的力量來監督我們的國會議員 那麼我們每半年會舉辦一次的評鑑 那在去年到今年總共已經一年半 我們已經辦過三次的評鑑立委 那麼每一次的立委我們每一個縣市都有公民代表 跟學者專家跟MGO一起來參與評鑑 那麼我們中部地區的朋友特別的熱情 那麼在我們高醫師就是我們的中部的召集員 就是那個一屆聯盟的理事長的支持之下呢 我們中部的團體連續已經兩次的那個評鑑立委 都有來台北參加評鑑 同時他們也非常積極的希望能夠在中部地區啊 能夠有在地的辦公室來監督屬於他們自己的立委 所以在這樣一個因緣之下呢 在經過半年的努力啊 總算推升成功了中部辦公室 那麼中部辦公室成立他主要的監督對象呢 是中張投地區大概18位左右的立法委員 對於呢中張投地區18位的立法委員呢 他們的表現呢 我們中部辦公室的成立就會用在地的觀點來做監督 那總會這邊呢是用全國的 在他在立法院的問政的表現來做監督 那這樣呢就會讓 這樣一個在地跟中安結合啊 也可以讓很多的民意代表說呢 那我們有在做一些在地的服務啊 那麼為什麼呢沒有辦法讓這個評鑑 那麼這個在地的團體的成立啊 他基本上他的宗旨就很貼切了 所以呢在地團體的成立啊 也要去了解地方的立法委員啊 他們在在地除了國會的問政之外呢 他們到底在做什麼樣的服務 他們的表現齁 會透過中國辦公室的成立 然後讓這個資訊揭露出來 嘿